大家好我是云燕 疫情一直反复无常 家里要多杯点咸菜干菜 今天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家里腌蒜苔 现在正是蒜苔大量上市的季节 非常便宜 做法也非常简单 跟着学做一点 以防万一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 买了2斤新鲜的蒜苔 头掐掉 用清水清洗干净 切成小段 放到阳光下晒一天 将蒜苔的水分晒干一点 这蒜苔已经晒好了 拿一个盆 要无水无油 放上三大勺盐 五大勺糖 糖要比盐多一点 戴上一次性手套 用力揉搓 把盐和糖 和糖柔化一点 三大微微揉出水 揉成这样就可以了 锅洗净不要有油 放上清水 拿两个玻璃瓶 放到锅里煮一下 煮好以后 放在阳光下晒干水分 装到前面消耗毒的玻璃瓶里面 按紧一点 装好以后 蒙上保鲜膜 盖上盖子 拧紧 腌制一个月 完全入味了就可以吃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腌制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期见 好